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上就闭电了 后来他同书线的都要打电话给他 他就马上就跑到学校去 吃了还不到一个月 就是那一周的星期五 我也跟他通过电话 我说儿子你在学校怎么样 那时候慢慢飞 心底啊 你要盖好被子啊 我就算怎样 因为就跟书两次电话 就是出去的关心啊 后来是个一天 就是3月22号 那天是星期一 晚上10点做 他通过一个同书 发信息给我大儿子 从车面发信息给我大儿子 我大儿子不相信 他因为爹地是大三的人 怎么可能在学校要读书啊 怎么会死 他就因为他是骗子 他就不相信 他说你是个骗子 你肯定骗我 我爹地肯定没有去死 他后来这个同书记起来了 又打个电话给他 他说真的我们骗你 你赶快叫你妈妈过来 后来我大儿子 这个事情是经的话 又怕我招职 对吧 他就打电话说 妈妈刚才有没有人 打电话给你啊 我说没有 他说你不要相信 我这是骗子 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你你在学校去世了 我直出来了 我就马上就叫他打 打电话 打他保卫过电话 我手指就打 我这个小儿子的手指 一打 打通了没人接 他的帮助力 就拿在手里面 就不接 不接以后 我就问 他就问我 他说 你是阿姨吗 我说你是谁 他说我是他的帮助力 武达老师 叫吊四花 我说我儿子 那手指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他说你儿子在学校 透颜昏迷了 我说这个可能 我的儿子一向心理素质那么好 从来懂事实 从来没吃个感冒 他说我儿子透颜昏迷 我就不想 我就说不是 他后来一说我儿子在学校里不小心 绊了一脚 绊了一脚 我问他一多年之后 他说我在医院里抢救 毁明不行 我说这也 绊了一脚 频频的怎么会 毁明不行呢 结果我 我大儿子就查他学校保卫科电话 那保卫科就说 你弟弟从三校不小心摔下来了 毁明不行 就在抢救 我马上就问他老师 我说调老师怎么回事 你信是神老师 是 他就开始他们学校给老师 这个口供不一致 就说就没有 口供就没有统一 我就问调老师怎么回事 你没保卫科 说我儿子中三校掉下来 你又说我儿子在学校里 通颜昏迷 又说他骂了一脚 究竟怎么回事 在现在在哪个医院抢救 你告诉我 他就说在那个 昆英富儿医院 明明死了 送到那个 昆英富儿医院的那个 兵贵女太平坚里 他说我儿子在 婚姻富儿医院 我马上就打给我一个亲戚 在婚姻 他是一个老婆 我就说你赶快开箭 跟我指示一下 有没有这回事 我儿子在医院里受伤了 还是有没有这回事 还是死了 我去桌子 我去桌子 就被那个女工大学 不用开箭 我一个叫黑 我录下他们公 一个吃饺 一个不吃饺 一个吃饺 三个人 我儿子 我大儿子在网上发了贴 结果就有的 有的好心的同学 看到了 就是电子学院 一个大学生 在客户上就说 他你你弟弟不是说什么 是别人打死的 那天 是星期天的晚上 是3月21号 我记号在学友那里玩 这个事情我很清楚 结果大儿子一告诉我 我马上就管到婚里 我在那里结果一年多的调查 他们录下他们公安内部的故意 谈话 他们公安内部 那个徒弟家就骂他们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这个老板 别老是小的 对的儿女就这样 三十岁不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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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